鳳迅、蘇鹿、吳雲,三個如騰雲駕,無所謂來到大河旁邊,三個都害怕,喊救命。 西宮說:"不怕,不用怕,喊救命,出力一口,就過了。三個人正在咬牙關,出力一口,三個人都飛了過河。過了河後,又扔了一旁,看到前面有一座小樹林,蘇鹿想:"這回是我快點抱著一波樹,令我撞死,比扔了一旁, 蘇陸下到小樹林旁邊出來一哭就哭著一棵樹,整個搭在地上,那兩個見到這樣,也都一人抱了一棵樹,三個都坐在地上,那個濟公都不知道他幾時已經來到他們身邊了,喂喂喂,到了到了,起來吧。 三個人一體應,哎呀,不會動了,兩隻腳斷了。 濟公就每人分一粒藥丸,嘿嘿,藥丸細細粒,每人吃一粒,吃完跑得又吃得。 三個人就吃了一粒藥丸,果然沒有到事。 那個吳雲呢,本來就去隔壁店買醋來吃餃子的。 誰知道白白的,現在都不知道在哪裏。 見到過路有人走過就問,大佬,這是什麼地方? 這裏?這裏?這裏是漁航院嘛。 那個吳雲一聲就哭了一聲,連胸腕都搭爛了。 啊,糟了,糟了,走了一陣子而已,已經來到漁航院了。 這裏來臨安我住的地方,足足一百八十里路的嘛。 那裏來臨安我住的地方,我看著你,你一個時辰就回家了。 吳雲一聽就腿都軟了,師父呀,師父呀,我不敢,我不敢了, 哎呀,我們怎麼走回來,我爛回來就好過了。 那個吳雲,足足走了三天兩夜才回到家,從此一見到那些花園和尚就躲起來了,他害怕的。 容麗兒再見過第一次,跌跌跌到萬里長城那邊,這樣就糟了,這樣一輩子都不回家了。 說完濟公,這個五逆仔吳雲之後,又說回馮信和蘇陸兩個,他們兩個來到儒航院也莫名其妙,就問濟公,師傅,來這裡是不是夠高國泰呢? 哎呀,到現在肚餓了,哎呀,先吃一口飯,喝一杯酒,三個人一起去到儒航院南門外一間飯店那裡, 濟公就點了幾道菜,繳了兩壺酒,蘇陸就心急了,師傅,不如先去找到高國泰先吧,找他來一起吃飯,這樣就覺得安樂。 嘿嘿嘿,你以為他找得那麼容易嗎,走了一整天就肚餓了,先吃了先吧。 三個人就隨便吃飯菜,喝一兩口酒, 蘇陸就代定銀兩來的了,然後就找數,原來三個人一起出去, 一直就來到遠太野衙門旁邊。 濟公就吩咐,喂喂喂,你兩個站在前面街口等著,不要到處這麼多, 當然你就飛快走進衙門。 蘇陸就大聲叫,師傅,你去幹什麼? 哎呀,我又去裡面找個朋友,你別那麼多事,叫他站著等著。 濟公就進到遠太野衙門的大門口,就聽見裡面有人在審判。 只聽到大老爺一拍驚唐木,大膽高國泰,死到臨頭不肯招供。 來人,甲棍時後,咦,甲棍時後, 濟公一踢,咦咦咦咚,高國泰,民藥書生,怎麼能用甲棍時後? 夾棍嘛,即是用兩支棍來夾著腳眼,出力一夾,腳骨也斷。 那麼這個一屆思生忠厚老實的高國泰,為什麼忽然間會變成街下囚要受重刑呢?他到底犯了什麼大罪? 這裏又要重頭說起,原來那個高國泰,離開城王山清靜陰樂山以後,心煩意戀都不知道去哪裏好,身上只有老婆給了二百元錢,走投無路,只好回回故鄉, 當然啦!又撞得這麼巧,有一艘船就回到漁航院, 鄉船的船夫是同鄉,見到高國泰這麼老道,就只收他一百元錢水腳,就乘搭回去。 身上剩下的百元錢,就沿途吃飯也洗清光, 回到漁航院城,身無紛紛,親戚也沒有過,那些朋友也沒有什麼交情。 正至流落他鄉,想回鄉,回到家鄉,枉斷牆, 世態嚴良人情冷暖就是這樣。 正所謂貧居鬧市有個勾,勾不住自親骨肉, 負在深山有木棒,打不斷無疑親朋。高國泰之前想後越想越亂, 現在飯沒有飲食,誰沒有飲飲。 那麼他人又死眼鏡,又不想吃黑食。 無路可走,不如死他算吧!高國泰走到河邊, 見到來往的船隻不少,碼頭上的人來人往,天地之大,無處藏身。 他走到偏僻的地方,人們想著, 生有時死有地,這裏是我高國泰絕命之地。 一死變了,萬事皆有,然後想跳下河裡。 突然後面有人大聲喊, 米魚!高國泰被他嚇壞了, 那個人已經來到面前了。 只見他身材高大, 上謀端正若莫三十多歲人, 穿了一套撞青色的短打三虎。 他對高國泰說, 喂喂喂,兄弟! 什麼這麼大件事,這麼為難,要自尋短見? 一言難盡,你不必多問我。 兄弟,我看你是個讀書明理之人, 有什麼事不妨跟小弟說, 小弟一定盡力幫你的。 高國泰絕的人這麼好心場, 就將自己的身世遭遇說出來。 那個人, 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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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嘩, 你真是的,枉你讀這麼多書, 正所謂聰明反肥聰明, 俗語也有話,天無絕人之路, 何必自尋死路呢?來來來, 我看你的樣子肚餓了, 一起去吃飯, 我幫你找一條生路。 兩個人進了一間飯館, 點了幾道菜, 喝了兩壺酒, 原來這個好心人, 叫做黃盛碧, 是本地人, 就住了河邊, 他做些小賣賣, 又轉門幫人找搬運舍貨工人。 這個黃澄碧為人豪爽又肯幫人, 見到高國泰一表人才, 就猶心想救他, 就留高國泰住在自己家裡。 這個黃澄碧也不是他有錢之人, 正所謂吃一餐, 找一餐, 住了幾天, 高國泰一表人, 就打算出來找工作做, 就問黃澄碧有什麼事可以做? 哦, 對, 對, 今天我這條路爭一個人來拉艦, 哎, 你去頂一日當先, 原來那邊的河很窄, 那些船裝滿貨以後, 用一條大艦綁住, 找人在岸上來拉, 即是靠人力來拉一條船走, 那拉艦這件事呢, 正一是苦工來的。 對, 那高國泰一聽, 腳都軟了, 哎呀, 黃兄, 我是個文藥書生, 手無薄雞之力, 我哪有本事去拉艦啊? 嘿嘿, 兄弟, 逐語都要說, 馬死落地走啊, 大丈夫能屈能身, 哎呀, 我老實說你聽呀, 我手頭上現在一文錢都沒有了, 啊, 這樣啊, 過兩天呢, 我又有筆銀兩收入, 啊, 等我收到銀, 我馬上給你, 你回去臨安接你家圈來, 然後我再托朋友幫你開一間學堂, 啊, 我高國泰的心想, 這個黃成碧跟我平水相逢, 他這麼為得我, 他又說是沒有錢沒有辦法, 哎呀, 我連我做死都不要辜負他一般好意, 高國泰就一口答應他拉艦, 黃成碧就帶著高國泰去河邊, 剛好就在裝雜貨的船, 已經裝滿貨了, 黃成碧就大聲叫那個管船出來, 喂喂喂, 老哥啊, 我有個好朋友啊, 幫你拉艦, 喂喂喂, 你多多關照啊, 到了那邊呢, 射完帆你千萬不要辜負他啊, 你請他回來啊, 行了行了行了, 黃大哥, 你放心吧, 你的朋友, 我怎麼都不會虧待他的啊。 好了, 過了一會兒, 過了一會兒, 開船啊, 那些拉艦的人呢, 都是熬乎的, 做乎乎的, 做乎乎的, 一開工, 就一邊拉, 一邊唱, 哎呀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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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硬上啊, 誰叫你窮啊, 哎呀好啊, 那個高國泰呢, 他又不懂的嘛, 見人家在那裡喊, 他自己也想, 是的, 喊下呢, 沒有那麼辛苦的啊, 一知他又沒有東西好喊, 就叫叫念書耶, 和君子之身, 可大可小, 丈夫之志, 能屈能伸, 和他一起拉, 那些人笑得吐赤, 嘟嘟就拉了兩天, 那條船呢, 才到那個地方叫做恩加島, 射完貨了, 那高國泰已經累得不懂, 一躲下就在船上睡著了, 睡了一晚, 第二天, 那條船裝滿貨又再回頭, 又走了兩天才回到漁航院碼頭, 一到碼頭就見到一個黃澄碧, 已經站在那裡等他, 那個高國泰那時候已經成真骯髒了, 發貴到得半條人命, 黃澄碧見到這樣, 也十分肉赤, 一手就拉著高國泰, 唉,兄弟啊, 這回真是難為你了, 我在這裡等你等了半天的了, 來來來來, 你肚餓的了, 去去吃點東西先, 以後啊, 你不用再去拉船了, 我以前有筆帳, 剛剛我朋友拿過來給我, 你一陣子給我, 你一陣子給我, 去換銀兩, 有五十兩銀, 你就拿這五十兩銀帶回去, 去林安接你家捐來, 高國泰一聽, 真是眼淚佔流, 唉, 都說人情冷暖, 人世太嚴涼, 其實, 人世間, 也有這麼熱心腸的好人, 高國泰就說, 王兄啊, 你我初會, 難得你帶我這麼好, 我都不知道怎麼報答你的大恩大德, 五十兩銀我不敢要了, 我給你拿回來交給你, 我實在不敢領受, 是呀, 你看這些, 你先拿銀兩回來, 順便買幾瓶上浴幾壺好酒, 今晚, 我們兄弟兩個, 同喝一杯, 明天我送你起請, 高國泰和王成碧兩個, 在附近一間酒館, 隨便寫幾碟菜, 也不敢喝酒了, 高國泰就拿著一張銀票, 去銀店提取五十兩銀, 收了銀之後, 買些肉和酒, 匆匆忙忙地把家裡拿走, 走到官廊, 突然對面有個人飛快走過來一撞, 就把高國泰撞倒在地, 那個人連忙打工作一認錯, 哎呀,先生, 千萬別怪怪, 我家中有急事, 衝救了先生, 哎呀,向先生陪禮,向先生陪禮, 高國泰是個文雅之人, 雖然被人撞了一下, 只看見他也是無心的, 故事也沒有詐, 只說了他無關要緊, 不必過禮了。 高國泰就繼續向前走幾步, 忽然間一想, 咦, 剛才被人撞了一下, 不知道會不會撞到那些能量, 一摸個袋, 哎呀, 糟了, 糟了, 五十兩銀都沒有了, 高國泰, 整個傻了一樣, 手上拿的酒壺, 還有幾斤肉都掉落地, 哎呀, 糟了, 剛才我分明是賊, 當然他看到我剛才拿銀兩, 所以特地來撞我, 偷了那些銀兩去, 一會兒我見到王城壁, 我怎麼說好呢? 他一心救我, 又這麼相信我, 我, 我說人兩被人偷了, 那怎麼說得過? 哎呀, 正是炎王, 注定三更四, 說敢留人到五更, 我前幾天沒有死, 不過留在世上多受幾天罪, 不, 這次死定了, 沒有人再會來救我, 哎呀, 我們不想再留人世了, 高國泰一口氣, 飛跑去湖城河邊, 狠心地去跳河, 剛剛走到幾步腳, 後面有人追著你, 一邊追著一邊叫, 人興, 別走著, 別走著啊, 高國泰已經把心一環, 沒理會那麼多, 日未飛, 這麼快, 誰知道後面有人 一下子就追著來, 一抱著高國泰, 恩興呀, 恩興, 我到處找你並無下落, 想不到今天在這裡找到你呀, 高國泰一心去死了, 頭都不肯, 喂喂, 老蓋,你認錯人了, 哎呀, 你連我都不認得了, 恩興呀, 你看一下, 我是李四明呀, 啊, 這是李四明呀, 那個李四明立刻跪在地上, 對高國泰溝通, 原來這個李四明, 在小時候是住在高國泰隔離屋的, 他年幼家貧, 父親早死, 就靠母親來撫養, 孤兒寡兒寡婦家境十分貧窮, 高國泰就時時周濟他, 後來, 李四明的母親過世, 又是高國泰出銀兩來安葬的, 高國泰見了李四明舉目母親一個孤兒, 就拿出一筆錢, 送了個李四明去遠城天城米泡去學做生意, 那個李四明呢, 就是靠高國泰父子在天城米泡做幾年伙機, 那李四明呢, 逐漸長大成人, 他為人勤勤又老實又肯做, 那個老闆就很喜歡他, 那老闆在另外一個縣城就開了一間米泡, 就叫李四明去打你, 那個老闆就沒有兒子, 只有一個女兒, 那個女兒又喜歡了李四明, 於是就招郎入社, 叫了李四明做女婿, 後來老闆過了身, 整副身家都給了李四明, 李四明經營有光, 成為一個大富翁。 那個李四明呢, 是個有良心之人, 想到自己有今天全靠高國泰, 他就回到漁航院城來找恩人, 誰知十年人事滄桑, 高國泰已經搬走了, 李四明到處查房都沒有人知道搬去哪兒, 只知道高國泰貧窮老島難以為生搬走了。 那麼李四明找不到高國泰呢, 就在漁航院城, 又買了一間房屋, 又在南門, 又開多了一間糧店。 那麼今天呢, 他剛剛在舖頭回家, 見到有個人好像高國泰一樣, 他們一直跟著尾, 現在兩個人相見, 被起交集, 惡數往事。 李四明就對高國泰說, 欣兄啊, 你先回家住住, 又說我們慢慢說。 高國泰這回絕處逢生, 沈重歡喜, 兩個人一邊走一邊聊天, 那時候呢, 已經天黑了, 高國泰忽然接著一個勾, 差點整個在地上, 原來地上放著兩根籌鑽在那裡, 高國泰借著浩月當兇, 拿著籌鑽來看, 隱約在上面印著, 興隆籌鑽店五的字。 李四明就說, 哦, 這兩根籌鑽不是我們漁航園的字號, 我們這裡只有兩家籌鑽店, 就是天醒和永順, 啊, 這家興隆號不知道在哪裡呢? 高國泰就是老實人, 就對李四明說, 這兩根籌鑽很值錢的, 不見了人當然會很心急, 如果是那些伙計送貨掉了, 那就水洗也洗不清了, 連命都會沒有了, 不如我和你們兩個人做件好事, 在那裡等一等, 看有沒有人回來拿馬, 兩個人就站在那裡等, 等了很久都沒有見人來找, 李四明就說, 印慶, 不如先回我家, 那些布匹放在我家, 明天有人來找, 我們就還給他, 如果沒有人來, 我們就在四門張貼到白, 叫人來認領, 那些布匹放在那裡等, 高國泰就說, 好啊, 好啊, 不過現在我要先去找到我的朋友, 黃澄碧先, 他叫我去拿銀兩, 又等著我回去喝酒, 那些布匹放在那裡, 哈哈, 這次我就因為 跌了他的五十兩銀, 才會撞見賢底了, 黃澄碧逼他為人忠厚, 我傳教他救我一命, 又多得他相信我, 還答應給銀兩我回去接家眷, 因為恩重如山, 我一定要現在回去找他, 李四明就說, 不要緊, 你先回我家, 我立即派個伙計告訴他, 他對你這麼好, 明天我和你一起去拜祭祭祭, 拿銀兩我來還給他, 兩個人就回到李四明家裡, 李四明真是把高國泰當救命恩人來對待, 叫老婆子女過來拜見恩人, 然後兩個人在車上喝酒唱譚, 李四明就順手把那兩筆醜段拿出來看看, 哇, 這兩筆醜段很珍貴的, 啊, 就不知道那家興隆籌段佔在哪兒, 啊, 兩個人繼續又在聊天, 一直聊到將近天光年, 才各自回防安寢, 第二天一早都未起床, 就立即外面有人敲門, 李四明, 你家裡是不是有位高國泰? 高國泰在裡面聽到, 就以為皇城逼派人來, 就在裡面應熱, 是啊, 是啊, 李四明就立即軍婦家人, 快點開大門, 一打開門而已, 外面站著兩個衙門墓頭, 一個叫金靈獸, 一個叫董世昌, 後面跟著四個官差, 每個拿著鐵尺木棍, 一見高國泰就問, 朋友, 你貴姓靈啊, 我叫高國泰, 南泰, 用鎖鏈鎖著高國泰, 李四明害怕, 就上前爛鎖, 連李四明也鎖了, 那個暴頭金靈獸就大渴了一隻, 入屋搜查裝了, 四個伙計就衝進來, 幾下手腳, 將那兩筆籌鑽拿出來了, 李四明又問, 喂喂喂, 兩位暴頭, 我一向安分守己, 你們兩位為何要捉我們呢? 嘿嘿, 李四明, 你們倆做了什麼事, 正所謂雞蝕降光, 從心之吐明, 不用我多說, 我們倆當警察, 那麼大膽, 無端白切來捉人, 阮太野派我們倆來火叔鎖人, 這句話, 當然對阮太野說, 說完幾個牙蝕的連推大恐, 將李四明和高國泰拉入院押, 哎, 高國泰剛剛絕處逢生, 現在又禍從天降, 到底後事如何呢? 啟聽下會分解! 來…